那为什么咱们国家的油价怎么那么高啊 我们还产油 还能生产 还能加工 这个油呢 不能自给自足 美国也能自给自足 苏联也能自给自足 咱们百分之七八十是靠进口 靠原油给人提炼 提炼出去之后有部门还出口 但出口蛮少 咱们的原油 新疆产 只占咱们的原油的百分之三十多 而且咱们的油质不好 含蜡量比较多 人家那油出来油质比较好 所以从中东啊 这个国家来进口 对 进口比较便宜 咱们开采之后 还不是进口那也合适呢 它有一点很奇怪 原来的油才五块多 对吧 都有过 原油的时候呢 后来都涨起来了 现在原油也很下降 但为什么我们的汽油没有恢复到以前 那它比以前高一点也行啊 但是还是在高位啊 这就是领导层的关系了 领导层的工业都说涨去 涨的时候一说亏损了 都说涨了 都同意 但是没人说时候涨啊 一涨之后 它就挣钱少了 没人说晚上涨 只能说晚上涨 大家都提议 说没人晚上涨的时候 这个帮是管理层 不是老百姓 老百姓希望涨下来 管理层现在涨的少税收 少收入了 所以适当的老 而且一步一台肩慢慢涨 就是升两块 降一会儿 进三步退一步 还是往前进 还往前进 原先在钱 说上来的 还值钱的 那时候那油还这么便宜 现在原油也是这样 比原先还便宜了 你还比 比原先还贵 还比原先还贵 对 这就是老百姓不明白的原因 然后这怎么说呢 这还好都亏损 对 还说梁农友还喊着自己亏损 还要自己亏损 但是你亏损 你又不把你的企业包给任何个人 你说不是马云说了吗 你不是加工战亏损 我包你一千个加工战 他又不让包 对 他不让包 对 还要垄断 就要垄断 现在听说是有一个中东加油站了 听说国外都要进来了 对 又开了放强市场了 中东加油站 听说是价钱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它也受着国内控制 不可能让你便宜太多 都跑你那加油了 希望这个行业能让老百姓多受点实惠吧 对 这个水垄断行业 现在如果真让国外进来 中东进了几个 那价格肯定是便宜了 没错 没错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这个燃料汽车 听说在不远不远的接来 它就是禁止了 国外也不生产 占有汽车 都是电力了 电车现在越来越发展了 对 因为充电的水平现在越来越高了 充电以前是液态电池 现在成固态电池了 就着火的机遇就大了 而不大了 就是又轻松了 轻松了 现在又跑出现场 现在找新能源新材料 行 希望这可能越来越好吧 希望这越来越好 好 嗯 嗯